大家有聽過嘉變的主題曲嗎? 其中兩句歌詞是這樣的 知否世事常滇,變幻懸是永恆 黃瞻、瞻叔這兩句歌詞填得真是好 世事的確是常常變化 有時會越變越好 但始終有一天可能是好景不常 有時會越變越差 但亦會有一天扭暗花明有一村 現在環球的經濟都不景氣 新冠病毒疫情當然是一個主要原因 再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令局勢變得更加雲圓 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嚴重限制了 世界最大的兩個小麥和玉米出口國的小麥和玉米供應 這些都是麵包和麥片的主要原料 而烏克蘭還是世界上主要的葵花籽油生產國 這意味著想替代品的價格一定會上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說了 受到烏克蘭戰爭和新冠疫情的打擊 全球的經濟會是自2020年以來首次萎縮 同一個組織在2022年7月也警告說 英國2023年將會成為G7最富裕經濟體中增長最慢的國家 預測英國在2023年的增長會降到0.5% 是遠遠低於4月份預測的1.2% 英國國家統計局也公佈了 英國的通脹這真是影響民生 在5月以前的12個月裏面已經達到9.1% 而4月份統計的通脹率是9% 燃料和能源價格是推動這次通脹的最大因素 但英國國家統計局就說不僅如此 食品價格都會進一步推動物價上升 工人和工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會很努力地爭取增加工資 來應對物價的上漲 但英國政府已經打開口牌 警告僱主你未那麼容易加工資 在這方面真的要很謹慎行事 為何要這樣說呢 就是為了防止重演1970年代的 通脹螺旋上升的這個局面 那時候公司是漲了工資 要承擔上漲工資的當然是顧客 那些企業就通過價格上漲 將成本負擔轉價給顧客 目前英國的通脹已經去到1982年3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現在的通脹率有9.1% 但英格蘭銀行警告今年的通脹可能會升到11% 市場研究公司Kenta 預測經國人的每年食品和生活用品評價開支 今年會增加380磅 BBC委託做了一項調查 這個調查成功訪問4,000多人 82%的受訪者都認為他們的工資一定要增加 要跟得上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上漲 工人在爭取增加人工的過程裏 在英國尤其是少不免會有工業行動 即是罷工 大家都聽過 這個包括英國鐵路工人 英國的交通運輸工會 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 是要求應該要加給工人7%的工資 而僱主只肯同意加3%的工資 結果工業行動再造成嚴重的交通混亂 進一步打擊經濟 最近英國最大的貨櫃碼頭 Philix Town的工人 都是爭取更高的加薪幅度 決定罷工8天的行動 令到供應鏈承受新的壓力 影響不可說不嚴重 在生活成本急升的情況下 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 竟然有一個行業可以受惠 不是受惠那麼簡單 是大大受惠 真是想不到 這個就是典當行業 即是當舖 英國的民眾不少都要典當 去壓自己的財產來應付開支 所以結果在這麼不濟的經濟環境中 當舖這個行業真是受惠不少 英國當舖 H&T集團上個月更新的貿易數據顯示 當地民眾面臨生活成本壓力的這一刻 典當手錶和珠寶那些值錢的物品的小額借貸數量 是創了新高的 另外一個當舖企業叫Sutton & Robertson 他們有很多間的 他們也說自從今年一月起 平均借貸的金額是超過五千英鎊 即是大約四萬六千四百元的港幣 的生意上升了30% Sutton & Robertson 的董事總經理 Jim Tannehill 簡直說明 說到白 他說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的狀況 在這間高企和銀行業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的生意都沒有現在那麼誇張 他說很多客戶都是小商戶 需要現金周轉 大家猜不猜得到最多人典當的商品是什麼 最多人典當的商品原來就是手錶 主要是因為手錶的價值在過去兩年上升了很多 當然是指名牌手錶 商戶典當的商品在英國是好代元化的 包括珠寶 珠寶也不算特別 還有就是美術作品 紅酒和特別是名車都有 最猜不到的就是 典當的物品竟然是包括一幅西班牙 已故名畫家北加索的作品 當普借貸的行息也不算低 金額超過五萬薄 即是四十六萬四千元港幣左右的利息 每個月就是要3.5厘 低於一千薄 大約是九千二百八十一元港幣左右 每個月的利息就是要6.5厘 英國的檔普發展得相當之完善 英國是西方典當業的起源地之一 早在1361年 有一位叫做邁克爾的倫敦人 建立了第一間檔普 中世紀時期 英國的典當業種類已經很齊全 有文辦的檔普 也有教會辦的公立檔普 和官方辦的公共檔普 在歷史上 英國的典當業 曾經因為交易不公平 而變得聲明朗直 著名作家查理斯 迪根斯 Charles Dickens 在他的著作裏 都將檔普描寫成為 食人不吐骨的黑暗行業 後來為了改善形象 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 英國人就不斷變換經營方式 現在的檔普不再出現在窮街流行 這個形象已經完全消失了 現在他們開在市中心 店鋪的門面 還裝修得很講究 不少的檔普還發展一系列的連鎖店 借貸額很闊 很多不同 由五百磅到一百萬磅都有 當然 如果顧客沒有能力熟悉的物品 在指定的期限裏 這些檔普可能會進行公開拍賣 或是私人轉用或零售也好 就賣了你的貨 英國檔普的店名都是五花八門 相當有趣 有些用行業性質來命名 例如理財店 現金中心 有些用人名做明清 例如某某兄弟有限公司 某某父子有限公司 諸如此類 有一些 以那間檔普本身所接受的典檔物品 來做店鋪的名稱 例如如果店鋪主要是接收珠寶的話 就會叫自己做什麼珠寶店 或者什麼金銀店 什麼古董店等等 由於店鋪的裝修是挺華麗的 挺高貴的 大家進去 你隨時會不以為是正宗的 例如是珠寶店 正宗的古董店 一點都不奇怪 店鋪裏面的裝修是很開揚 不像我們香港檔普的格局 你真的進去都未必可以 一眼就提出原來這間是檔普 不過其實要分辨得出哪間是檔普 就不是那麼困難 有一個很簡單的識別方法 就是所有英國檔普都有一個特色 在店鋪外面會掛起一個大家都會掛的標記 一個標記 這個標記就是三個金球 十分之顯眼的 你不會看不到的 據聞這個標記是源自意大利 曾經是權傾一時的大銀行家 梅迪奇家族大衣袖口上的裝飾 怎樣說都好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是這樣說的 有借有還才是上等人 任何人都可能有機會經歷經濟低潮 所以入檔普並不是一件醜的事 在完結前我想多謝大家 踴躍參加智雲玩東西 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我會努力去尋求其他可以讓大家玩得開心的東西 如果今次未能夠拿到大自然素食 貓山王榴槤月餅的話 不妨趁著這幾天 最重要是8月26日前去購買 因為在日子前買可以得到優惠 原價每盒268元的大自然素食貓山王榴槤月餅 現在的早鳥一位價是198元 還會送一張價值50元的大自然素食現金券給你 為每盒月餅148元 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的話 可以選擇我的至外大自然素食自家製的毛蛋五人月餅 每盒是198元 現在是168元 同樣都會送你一張價值50元的大自然素食現金券 為每盒月餅是118元 的確是物超所值 有興趣買的朋友就快點 購買的詳情和地點已經列在以下description的欄目中 還有 不要忘記支持小肥演唱會 這兩場演唱會 將會在星期三、9月14、9月15日 星期四 在旺角麥花省球場舉行 希望到時見到你 Matter stages 一聽名字就知道以元宇宙世界作為主題 感受暫身的飲食體驗 一聽就應該跟元宇宙有關係 為何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希望有一個小小的舞台 有一個十八夢的舞台 希望你有很多不同的創作者 其實可以重拾他們 當時十八歲 他們曾經有的夢想 很明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舞台 是 整個九米乘以三米的表現 我們這是專門設定的 一間叫做立體的投影房 五D 不是四D 是五D 現在香港比較少有些 有新鮮的元宇海膽 還有松葉蟹腳 拖鱸 還有鯛魚等等 現在都是司令的 令和之怪物 令和之怪物 怪物是不是? 好, 讓我先吃掉的怪物 好吃 我吃了 有爐烈焦 有師傅在後面 有爐烈焦後 拍攝大便 是嗎? 沒錯 這個真的相當好 原來露端燒做出來的效果 比你這樣烤焦 完美 完美 完美